能够回到神的家 好不好 让我们每一个人 如果你们方便的话 我们一起跪在神的面前 来向神祷告 来安静我们的心 我们一起学习 把我们所有的忧虑 我们所有的烦恼 我们所有的重担 交在神的手中 求主帮助我们 也求主给我们 平安在我们的心 让我们今天晚上 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空空的来 我们满满的回家 让我们一起来 花一点点时间 向神祷告 自己来开口 向神祷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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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過去的屎裡滾滾的國旗 人哪真吹你會生氣 萬用哪 你的好意 以為對頭起 你過去的屎裡的事情 你的花札月日 不是的 過去的事根本都沒有在意 過去的屎裡滾滾的國旗 帶著謙卑的心來到神面前 只要我們願意謙卑向神認罪禮 神一定會給我們過一次的機會 神一定會原諒你 登場了 人歸走去還有水 你會化作變心 你的晚會 你的晚會 謝謝或是血 胜心的贵异 你的生命 什么感情 你以后我的心的情绪 违离用阿贝 祈祝我转放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也先走 你的生命 来帮助我 来充满 给我越来越来越迷 为你永远自己完全放弃 为你的爱自己完全放弃 耶稣 帮我机会对他祈祈 圣灵师耶稣表面几位 耶稣 帮我机会对他祈 哈利路亚 请大家一句句的 带着感恩的心跟着我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谢谢你 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 你已经选择来爱我们 我感恩 今天我还能够回家 我求你的宝血再来洁净我 你的圣灵再充满我 刚强我 谢谢你对我无条件的爱 也求你帮助我能够爱你 如同你爱我一样 奉耶稣的名 我如此感恩祷告 相信的人一起说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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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带着信心来 宣告我们的信仰 一 二 三 我信上帝 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独生儿子 因圣灵感应 由同正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定于十字架受死 埋葬 将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 圣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人公子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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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 阿里路亚 让我们一起站立起来 然后跟你隔壁的人说 很高兴今天晚上能够看到你 然后再跟另外一个隔壁说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阿里路亚 你将我的爱哭变为跳舞 你将我的爱哭变为跳舞 把我的爱哭变为跳舞 你将我的爱哭变为跳舞 将我的爱哭变为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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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闭上喜乐 给我闭上喜乐 美国化的生命啊 你温养歌颂它 称赞它和几年的生命音味 它的奴迹不过是转眼之间 它的恩典那是一生之久 一生虽然有不及 早是别离怀恶 它的奴迹不过是转眼之间 它的恩典那是一生之久 一生虽然有哭泣 早是别离怀恶 你将回来不练的跳舞 将我的马一过去 颠簸闭上喜乐 美国化的生命啊 美国化的生命啊 我们要 我们要 歌颂它 称赞它和几年的生命音味 因为什么 它的奴迹不过是转眼之间 它的恩典那是一生之久 一生虽然有哭泣 早是别离怀恶 它的奴迹不过是转眼之间 它的恩典那是一生之久 一生虽然有哭泣 早是别离怀恶 它的奴迹不过是转眼之间 它的恩典那是一生之久 一生虽然有哭泣 早是别离怀恶 一生虽然有哭泣 早是别离怀恶 它的奴迹不过是转眼之间 它的恩典那是一生之久 一生虽然有哭泣 早是别离怀恶 它的奴迹不过是转眼之间 它的恩典那是一生之久 一生虽然有哭泣 早是别离怀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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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将我的爱图变回家路 将我的爱图变回家路 将我的爱图变回家路 你将我的爱图变回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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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把最热烈的掌声献给我们的神 Amen 谢谢你绝俗 是的 你就是我们的盼望 你就是我们的希望 你就是我们的安全感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你 也肩不住的大靈 我的心不肯受安慰 我閉上眼卻無法忍 我想起我夜間的歌曲 我的心不肯受安慰 主啊讓我再會相信 你在我患難中抱起我 唯有你能給我安全感 主啊讓我再回想起 你在我悲傷中安慰我 你始終是我的安全感 我在患難時熱心求助 我在也肩不住的高空 我的心不肯受安慰 我的心不肯受安慰 我想起我夜間的歌曲 我的心不肯受安慰 在耐現 我一直未遇到我 再可以示範 你恿意的是我的優美 祝我 records 让我 再回想起 你在我悲伤中 安慰我 你始终 是我的安全感 主儿让我 再回想起 你在我患难中 抱起我 唯有你 能给我 安全感 主儿让我 再回想起 你在我悲伤中 安慰我 你始终 是我的安全感 主儿让我 再回想起 你在我患难中 抱起我 唯有你 能给我 安全感 主儿让我 再回想起 你在我悲伤中 安慰我 你始终 是我的安全感 主儿让我 再回想起 你在我悲伤中 安慰我 你始终 是我的安全感 阿里路亚 世的绝数 谢谢你 一直都在保护着我们 你始终 是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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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把眼睛 留下来 我会把眼睛 尽管 我会把眼睛 尽管 海岛 你ijn心 你始终 是我的 你始终 是我的 你始终 是我的 我会把眼睛 尽管 你一直在我可以做 我会把眼睛 尽管 我会把眼睛 尽管 我会把眼睛 尽管 我会把眼睛 我会把眼睛 You are there, always there 无论多心碎 无论多心碎 我仍仰望你 你让我飞远 所有的流言飞远 全军人摔倒 高潮被弱离 大水被分开的指引唯一 我就想起 我就想起 你一直对我都很心事 我就想起 我就想起 就连我也看不清楚是 你都在 一直在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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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are you I know that I should not see 我就相信 我就相信 你一直对我都很心事 我就相信 我就相信 就连我愿看不清楚是 I rememb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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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have always been faithful to me I remember I remember I remember E Exactly I remember I remember I remember If I have always been With me I remember I remember I remember 谢谢祢 主耶稣 一直都在 求主祢再多一次吹一口气在我们的心中 好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感觉到祢 求祢来带领我们进入到祢的车身所里 谢谢祢 主 愿祂用口与我亲嘴 以祢的爱情比酒更美 祢的高游心向你 如同到处来的相高 所以终统你都爱祢 都爱祢 愿祢 愿你吸引我 我们就快好跟随你 忘带我进了美食 愿你吸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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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快好跟随你 愿你吸引我 愿你吸引我 忘带我进了美食 愿你吸引我 愿你吸引我 与我紧随 因祢的爱情 比旧更美 祢的高游心香 祢的病如同道出来的香荡 所以众同日都爱祢 都爱祢 愿祢吸引我 愿祢吸引我 我们就快跑跟随祢 愿祢吸引我 愿祢吸引我 我们就快跑跟随祢 愿祢吸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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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祢吸引我 愿祢 bail 愿祢吸引我 愿祢吸引我 强力固培 我爱你 都爱你 愿你信任我 我们就会好跟随你 愿你信任我 我们就会好跟随你 愿你信任我 我们就会好跟随你 愿你信任我 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 我们要承担你的爱情 为什么 我们要承担你 �isan见你 声势承担美酮 声势承担美中 他们爱你 是理所当然的 衣服的 wyb剩佑 我们平平欢喜快乐 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 真是真大美酒 我们爱因生命所达到的 愿你吸引我 愿你吸引我 我们就会望跟随你 愿你吸引我 我们就会望跟随你 愿你吸引我 我们就会望跟随你 愿你吸引我 我们必须 必须 欢喜快乐 我们要称赞 你的爱情 生死称赞 美酒 他们爱你 是你所堂然的 我们令你欢喜快乐 我们必须 必须 欢喜快乐 我们要称赞 你的爱情 生死称赞 美酒 他们爱你 是你所堂然的 自然的恨 v阿神 我必须 我必须 竟然责你 我backs你 打扮烈 愿你吸引我 我们就快帮跟随你 我带我进了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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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我祷告 万王之王 主耶稣基督 让我们在新的一年 有这个渴望 很认真 要亲近你 每一次你都带领我们 进入你的同在 跟你亲密 跟你更认识 更学习 你的生命 影响我们的生命 谢谢你的提醒 新的一年 我们已经把麻衣脱去 披上喜乐 我们的哀哭 已经变成跳舞 你的喜乐充满我们 让我们永远记得 这世界非常不稳定 让你常常动摇 我们的安全感 真正的平安 在于你 若遇到什么挑战 什么困难 让我们想起 你的信实 你的爱 你的同在 我们就重新得力 我们在哪里得着力量 在王的那一世 亲近你的时候 在你的同在里 祝我让这是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追求 从新的一年一开始 一直到永远 我们感谢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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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把荣耀归给神 好 你可以继续的跪着 或者坐着 预备领受耶稣的身体 耶稣的血 新的一年的第一个主日 带着信心 带着感恩 我们做的是耶稣 吩咐我们的 耶稣吩咐的 绝对是有功效 有能力的 耶稣不会浪费时间 叫我们做一些无聊的事情 只要他叫我们做的 对我们都有意 绝对有帮助 绝对有能力 和果效 拿着饼盒杯 一句句跟着我祷告 安息日的主 耶稣基督 你在这里 我感谢你 用这个方式 让我再一次被肯定 我是新造的人 我是被赦免的 我是蒙福的 我相信 这是你的身体 为我舍在十架上 因着你的鞭伤 我的灵魂体 各样的软弱 疾病 疼痛 不舒服 大大小小的问题 包括医生不能解释 不能医治的 包括精神上 情绪上 肉体上 灵性上 因你的鞭伤 我已经得医治 我相信 你在十架上 为我成就的一切 我生命中 家族中 所有的咒诅 魂绑 锁链 黑暗和罪恶的全世 已经被破除 砍断 我得自由 我得平安 我是蒙福的人 我也宣告 我全家要得救 我也相信 这杯 是你立约的血 因着你的宝血 我也已经向你认罪悔改 若有什么罪 我还没察觉 还没承认的 也求主赦免 捷径我 我不要注重任何罪孽 若有什么人 我还没有饶恕 求主给我力量 帮助我 顺服神的话 原谅每个人 这样宝血就洁净我 使我百分百圣洁 我就能够完全领受 神定义给我的 新生命 所有的神迹奇事 医治 健康 平安 福分 好处 我完全领受 奉主耶稣圣明 我这样相信 我这样祷告 我就这样得着 这样看到 阿们 领受吧 耶稣的身体 耶稣的血 祂给你的新生命 所有的福分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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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沯 阿们 阿 奉献是敬拜侍奉的一部分 然而奉献不是失去 而是得回更多 奉献不是损失 而是蒙福 这是神的话 相信就得着 我们用我的明天 来敬拜 来奉献 我不能够回到昨天 过去的事无法改变 所以我要珍惜今天 创造更美好灿烂的明天 牧师在人城市在天 我无法控制明天什么会出现 所以我求神的怜悯 靠出恩典把未来交在主恩手里面 新的一年 新的一天 新的我 只以更新而改变 新的历程 埋向天面 新的人生 新的人生 充满无限的可能 我的明天 是需要永恒 永恒 有更美好 灿烂的一天 梦是残忍 正是在天 我无法控制 明天什么会出现 所以我求 神的怜悯 靠出很烟 把未来交在主恩手里面 新的离别 新的一天 新的我 日以更新和改变 新的灵状 满向天边 新的人生 充满无限的可能 我的明天 只需要永恒 不再困在 不再眷恋 明天 只要相信 命运可以 改变 我的明天 只要相信 命运可以 改变 新的一天 新的我 日以更新和改变 新的旅程 满向天边 新的人生 充满无限的可能 我的明天 只需要永恒 我的明天 我的明天 只需要永恒 你已经给了我们永恒的生命 所以让我们被你的灵充满 被你的智慧充满 有你的爱 你的圣灵的陪伴 一直走在这天国的路上 永远到永远 做最有智慧 最蒙福的人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我们说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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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把荣耀归给神 好 我们来看今天的周信 我们来看今天的周信 SALONG!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欢迎收看本周的蒙福周训 这个来临的星期二有复兴祷告会 时间是在晚上七点到七点四十分 地点在蒙福圣殿 各位组长领袖们请注意哦 这个来临的星期二有组长训练 时间是在晚上七点五十分 家庭小组和青年团契 这个来临的星期节目是查经 少年团契在这个来临的星期五 晚上七点三十分 地点在蒙福圣殿 节目是查经 各位弟兄姐妹 第十届美满婚姻课程要来咯 课程将在三月六号开始 每星期三晚上七点到九点半 七个星期在教会 最后一个星期在酒店 报名费每对夫妻是350令吉 包括课本与茶店 课程是华语 鼓励已婚夫妻参加 也可以邀请新朋友参加 预报名者请在二月十八日之前 联络妮妮同工 说取表格 弟兄姐妹们关注 课程中 你也可以邀请新朋友一起联系 如果您有興趣 您可以取得邀请我们的教组员 Sister Iris 18月18日 五章五节 嗨, I'm going to tune in These are the children's church Bible verses for this week For junior class, praise our God Both small and great Revelation chapter 19 verse 5 For senior class, praise our God Are you His servants You who fear Him Both small and great Revelation chapter 19 verse 5 教会与其长娘Forence 温顺凤同哀悼她的小姑 温金春姐妹的过世 求神亲自安慰与保守 教会与Angela傅怡婷姐妹 同哀悼她的母亲 徐雪燕姐妹的过世 求神亲自安慰与保守 教会与陈武林弟兄 同哀悼她的弟弟 陈莲生弟兄的过世 求神亲自安慰与保守 陈武林弟兄 Angela傅怡婷姐妹 去展望Forence温顺凤姐妹 愿向弟兄姐妹说声谢谢 多谢弟兄姐妹 在他们家人上礼期间的祷告 慰问及关怀 谢谢收看本周的《蒙福周训》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See you next week Bye Bye 我们现在要为那些SPM的考生来祷告 如果你是开始考SPM 这个星期这段时间的 你今晚有在的 我们请你站起来 有没有SPM的 还是都来早上 因为明天要考试 没有来了 你们在拍掌 那边有两个很勇敢 还有来非常好 这边也有 勇敢的站起来 我们马来西亚未来的希望 所以请你们站到 很像是我们有希望这样子 那边也有 还有吗 来我们掌声 来鼓励他们 伸手祝福他们 你旁边左右 有人站起来的 如果是太老的就不要 那个不是站SPM的 站起来的小孩子 我们就伸手祝福他们 主耶稣 求你的智慧 平安的灵 降在我们的孩子们身上 主啊 你的圣灵 充满充满吧 让他们的灵魂体 都健壮平安 主啊 让他们在考场的时候 都能够平静的 都能够回想起 他们所温习的 所学习到的 他们都会对答如流 他们不会混乱 主啊 即使他们有一些忘了 没有学到的 你也会帮助他们 给他们聪明智慧 保守他们在考试的期间 一切都平安 睡得足够 也是有吃得饱 有营养 身体健壮 主啊 让他们考出来 有好成绩 好前途 都是为了要荣耀你 为了侍奉你 保守我们的后裔吧 主啊 让他们真的是 马来西亚的盼望 带来祝福 给这个国家 引领更多人得救 荣耀神 主啊 我们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 奉耶稣的名祷告 我们说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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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 好 在新的一年 我要 教你们一首新歌 昨天晚上已经教了一个 对不对 昨天晚上是 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 结果唱了来来来来 以前今天都没有来 所以来这个字 非常非常简单 但是 非常重要 非常的有力量 那 诶 奇怪哦 这些 可能是薪水比较低一点 没有 他们没有薪水的 他们是免费的 所以 这首 我有 祷告 在 去年年底 我就祷告了 去年年底 就是几天前 上个礼拜 罢了 在新的一年 第一篇信息 要讲什么 很重要的 所以我祷告了 我的领受 就是要讲 根基 我们的根基 然后在去年 8月21号 去年8月21号 我已经写了这首 诗篇 十一篇 的 根基 若毁坏 其实我写的时候 我还不太明白 它的 意思 我就觉得 我只是觉得 很有意思 有时候我们觉得 很有意思 不一定完全明白 什么意思的 所以我就一直 几个月来 这句话 根基 若毁坏 根基 若毁坏 艺人 还能做什么呢 所以这句话 一直在我脑子里面 几个月了 如果你问 有些在我旁边的 有几个青年人 尤其是 金拜团 我跟他们聊天 我也跟他们说 那个时候 我写了一首歌 叫根基 若毁坏 我说我一直在想 这个根基的问题 所以这个经文 它当然有 它的社会的背景 那个时代 所讲的 什么根基 可是我相信 神的话 是活泼的 是活的 神的话 不会过时的 过去的人 从神的话 有领受 得帮助 神会跟他们说话 神记在 他的话语里面的 今天一样的有帮助 一样的会说话 所以我们会唱 第一到第四节 我待会再跟你解释 因为这就是 我今天的信息 我们先来学唱 根基若毁坏 我石头靠野荷花 你们怎么对我说 你当香鸟飞 往你的山区 看那二人 晚宫把钱 打在线上 要在岸中 舍那心里 争持的人 根基若毁坏 敌人还能做什么呢 根基若毁坏 敌人还能做什么呢 我石头靠野荷花 你们怎么对我说 你当香鸟飞 往你的山区 看那二人 看那二人 万宫把钱 打在线上 要在岸中 舍那心里 称职的人 跟基若毁坏 跟基若毁坏 敌人还能做什么呢 耶和华 在他的圣殿里 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 祂的灰燕擦看世人 耶和华在祂的商店里 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 祂的灰燕擦看世人 更激弱 毁坏 敌人还能做什么呢 更激弱 毁坏 敌人还能做什么呢 我是同靠 我是同靠 耶和华 你们怎么对我说 你当上飞往敌人闪去 看那儿人万光八千 搭在线上 要在暗中设那心里真实的人 天上 都哗育 敌人还能做什么呢 敌人还能做什么呢 首先有一些山 全国禁止 还能做什么呢 耶和华 在祂的圣殿里 耶和华的宝座 在天上 祂的慰言 察干世人 耶和华 耶和华 在祂的圣殿里 耶和华的宝座 在天上 祂的慰言 察干世人的基地 更激落 灰坏 一人还能做什么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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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俊歌 神经病 谁是一人 翻水 ant出 你问你旁边人 谁是一人 叫他回答现在 谁是一人 说是谁来的 你就是义人 跟你旁边说 你就是义人 义人 只有义人 能够进天堂 进神的国的 然后我说 你就是义人 那么大胆 义人 不是靠你的好行为 不是靠你自己的成就 你自己赚来的 义人成为义人 是靠什么 耶稣的保险 耶稣的赦免 耶稣的洁净 当然要被赦免 被洁净 你要先谦卑 悔改 认罪 承认你需要耶稣 那你就被赦免 被洁净 耶稣的圣灵 就帮助你有新生命 这是义人 所以这首歌说 根基若毁坏 义人 还能做什么呢 他的问题 是问你 问我 其实就变成 我还能做什么 我的根基如果毁坏了 我还能做什么 还有希望吗 还能得救吗 还能够改变吗 还能够进步吗 我能做什么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待会我们的信息 就要谈到这一点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 靠着你的恩典 怜悯 你的宝血 你的慈爱 你的赦免 你的解禁 我们这些罪人 成为义人 成为上帝的孩子 成为天国的子民 然而主啊 在新的一年一开始 你要提醒我们 根基一定要对 根基建立的对了 还要保守 不要被毁坏 不要换另外一个根基 主啊 你跟我们说话吧 在这新的一年一开始 到我们一辈子 根基都稳定 都不动摇 都是对的 也没有被毁坏 是你喜悦 你建立的 跟我们说话吧 圣灵来充满 真理的圣灵来恩高 让讲的和听的 一样要谦卑 受教 顺服 来领受 给我们智慧的心 给我们柔软的心 能够领受你的话 愿意被你修理干净 结束你喜悦 荣耀你的果子 有神的形象 成为别人的祝福 引领人归向主 我们把时间交在你的手中 你来光照 你来启示和教导 奉耶稣的名祷告 我们说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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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荣耀归给神 好 谢谢大家 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 根基 根基 foundations 英文 有 有加S 就是 好几种不同的根基 那有时候我在这篇道 我会讲有S 有时候没有S的话 有S是指 有几类的 没有S就是固定的 一定要这种根基的 其实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的人生 你今天是怎样的人 你的个性 你的情绪 你的态度 你处理事情 你的反应 你对人 待人处事 你的目标 你的家庭生活 你的梦想追求 这些全部都跟你的根基有关了 你今天很情绪化 你不冷不热 你很敏感 或者你很麻木 跟你这个人 原来开始怎样被塑造 根基就是你的开始 对不对 你造一个房子 一个建筑物 你要盖一个桥啊什么 你要先打根基的 我们讲排铃排铃 对不对 因为根基不稳 这个会动摇的 会倒塌的 会有损害 会闹出人命的 而且会很没有安全感的 我们的人生 都是看你的根基 你今天是怎样的人 你跟人的关系 你的脾气 你的情绪 你的态度 你的反应 跟你的根基都有关 你是单身的 你是结婚的 你有孩子 你没有孩子 你夫妻的感情 都跟你的根基有关 你的精神 你的思想 你的情绪 各方面 你的生活 你的经济 你的事业 都跟你的根基有关 那我可以很诚实地跟你说 我们多数人的根基 一开始都错了 尤其是我们讲华人 华人 人家 人家庆祝节日 圣诞节也祝你平安 这连其他的节日 也祝你和气和好 华人庆祝新年 来了 什么什么道 什么什么道 恭喜发财 红包大大来 钱钱钱 什么根基都是讲钱的 所以就变成那种 很冰冷无情的 不择手段 而且不会羞耻的 而且骗到人的钱 拿到别人的钱 也良心 也不会受责备的 所以有很多奸伤 所以有很多产品 所以你看 几年前 中国 不是有婴孩喝的牛奶粉 都会导致婴孩的胆结石 婴孩的肾脏 什么身体不好 连婴孩都不放过 对不对 然后无论你家里吃的 什么 哇 人家每天吃的东西 都有毒的 为了赚钱啊 根基错 你成为很坏的人 所以我们 这边做父母的 你教导孩子的方式 你的根基对吗 你以为叫你的孩子 努力读书 就是对的根基 是不是 我们大多数就是希望 孩子成才成气 什么意思 会赚钱 读书一定要第一名 一定要得奖 一定要AAA plus 不可以输给人 然后找工作 要找薪水最高的 要赚最多钱 什么根基啊 所以在新加坡 所以在台湾 在中国 年轻人自杀率 这么高 小学生都会自杀 功课的压力 考试的压力 到他不能活下去 整个生命倒塌 为什么 根基 我有见过 包括基督徒的孩子 包括你们的孩子 你们的孩子 一觉得 他如果今天 这个科目 考得不理想 你会不爱他的 一些孩子是这样的 我也知道 一些学生 成绩出来 在学校哭啊 不敢回家 回去爸爸妈妈会怎样 什么根基啊 对不对 全部是照着 你的爱是有条件的 所以我们的根基 所以今天 所以有一些人 他没有赚到很多钱 或者他比不上人 他没有拿到第一名 没有拿到 first class second class honors 我的法律文凭 成绩不是很好的 有一次 一群青少年来我的家 在我的家 半夜这样的 礼拜天晚上 散会后来我的家 一次我拿我的 我拿我的 法律的文凭 成绩 什么科啦 criminal law land law 什么的成绩 给他们看 有几个敢敢笑我 给我看到 诶 这个是他秘书 没有老牧师 你是什么 后来我看到他们 因为他们都是拿A的那一种 uncle lim 还有C C plus 更惨 有一个是 我告诉你 我觉得 我的大学 可能只有我一个 拿到 这个成绩 C minus 因为我们法律的 我问过我的 senior 我前面的法律系的学生 他们说 我们法律系 是没有C minus的 最差的及格 就是C 下来就是D D就是你没有及格了 我有一颗拿C minus 我有证据的 我的文凭 他们看了那些已经毕业的法律系的律师 怎么你有C minus 我有一颗C minus 因为那一颗 好像就是company law 关于公司的 那是我最后一年 哇 我们的大科是12分 小科半科是6分这样的 好像不是company law 其中一个科目 我今晚可以回去再查看 我记得那一天 哇 你们知道纽西兰有地震的吗 纽西兰有earthquake的地震 我在的时候 Christ Church 只有一次很轻微的 我还以为是我家后面的火车跑过 这样 原来是地震 所以是后来我回来了 过后不久 纽西兰有大 Christ Church 有大地震 大地震 大概百年 市中心最有名的大教堂倒塌了 不能够再建立起来 很严重的地震 所以那一年 我考最后一科 我真的是不会做 有几题招了 我不知道答案是怎样 我在 所以我教你们 遇到问题要祷告 我那个时候已经信主 会传福音了 我在考场里面祷告 主 求你现在让Christ Church 有地震 我说 但是不要有人死的 大的 够大到 大家要停止考试 我是祷告 主 Please Give us a safe earthquake big enough that we cannot continue with the exam So we have to sit for the test again 因为这样子 能够回去再读一次 我真的 很担心这一科 那你们也知道 我的经济都有问题的 我不能够多留一年的 我不能够再读多一年的 我没有钱的 我一定要及格的 可是这一科 我有问题 主啊 你的地震在哪里 我相信你的能力 这样坏的 祷告要有地震 可是 我也不是没有良心 我是说那些地震 是没有破坏性的 摇一下 根基摇一下 不必考试 再重考 我觉得我有时间 再读一下 可是没有地震 哇 就等那几个月 成绩出来 好煎熬 好压力 就是那一颗 C minus 是没有地震 可是神是行神机 就是那一颗 怎么 所以很多问我的 你为什么会有C minus 我们没有C minus 所以你就看 很重要 我们这些 我们遇到这些 考试啊 这些压力啊 什么 这些都是根基的问题 所以你们对孩子 要求什么呢 我感谢主 我的爸爸妈妈 我的爸爸妈妈 基本上 没有给我们立什么根基的 在学业上 我爸爸妈妈没有要求 我们要第一名 你要什么的 是我对自己有要求 因为我 我喜欢比赛啊 喜欢这样子的 这样的东西 所以你的根基 很重要的 有一些你们 是关于 工作 如果我的爸爸妈妈 其实我爸爸会受影响了 当我不要做律师 我想要去做老师 我还没有做牧师 我是想要做老师 暂时做老师 过后再做律师 我的爸爸起初也不高兴 可是我跟他说 把我的 我读书 我的讲学金 是上帝给的 是靠祷告的 所以我就要问上帝 钱他给的 所以我要问他 要我做什么 我爸爸又觉得 你说的也有道理 所以他就没有反对 后来我做牧师 我的爸爸也很高兴 因为我的根基 我的爸爸妈妈 没有力什么 赚大钱 要读大学的 因为他们知道 我们是没有办法 读大学 没有办法出国的 所以我没有那一个 一定要出国读书 读大学的压力 没有的 我本来只想读到高中就好了 可是上帝有上帝的计划 所以因为我的根基 在纽西兰 我经历神 我的根基就是 我能活下来 我能够读完书 我能毕业回国 都是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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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的根基 是耶稣 所以耶稣 要我做什么 我不会担心 只要是耶稣叫的 我可以放心 因为那是我的根基 所以我的方向 就是照着 耶稣的指示走 所以我的家人 也不会怎么样 所以我的家人 也不会说 你几岁了 我做牧师的时候 已经三十岁了 开始三十岁 名下没有什么产业 也没有车 也没有房子 什么都没有 还有一个法律文凭 可是因为有家人 没有 所以你看 你看根基很重要的 那你们的根基 是什么 如果你的根基 就是跟世界一样 名和利 所以它会影响 你做决定的 那今天很多 婚姻出问题 夫妻出问题 你的根基是什么 你是怎样选择 你的老公的 你是怎样选择 你的老婆的 我跟你讲 男人 100% 可能99.9% 因为有些 我看他们的老婆 不是这样 但是基本上 男人 包括很属灵的 我们选老婆 先看会漂亮不漂亮 你问你旁边的男人 是不是 没有了 没有了 那个偏我 是后来 自己觉得 哎呀 我也只不过是 一只癞蛤蟆 就不要吃天鹅肉 鸭肉也可以 鸡肉也可以 还是什么 真的 我问的 我问年轻人 有时候就看他们 年纪大了 有没有女朋友 有什么什么 有时候 有时候他们直接这样回答 我们教会没有什么 很漂亮的女生 哎哟 你们女人 要不要拿石头 来丢他们一下 那你这一群眼刀了 你很 handsome啊 所以我们 男人基本上 很会看外表的 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不是耶和华 耶和华看人的心 人是看外貌 所以就会看外貌 当然有一些 也不会啦 所以 等下你的老婆问你 你是看我的外表 还是看什么 很难回答 你看我 又要害到你们家里 根基乱去 所以 那女人呢 女人选老公是怎样 选K-pop的 BTS啊 韩国的 慢慢等啊 来自星星的 所以外星人 所以你嫁给她 很怪啊 因为不是地球的人 还是什么 哇 女人 比较看 钱包 每个月赚多少钱 能够给我安全感 不要等下 我还要养她 对对 生孩子怎么办 所以 选 大家都有自己的条件 我记得我中学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跟人家讲 少年团的那里 中学生不要谈恋爱 可是我中学生也有谈恋爱 可是 就是因为这样叫你不要谈恋爱 后来就没有了 断了 然后那个时候 我喜欢的女生 什么根基也奇怪 我喜欢的女生 要长头发的 那等头摩也不要自恋啊 现在 我是说我十多岁的时候 那是宿姑宿姑也是干的 选女孩子是选头发的 哇 更惨 我说 长头发又绑鞭子的 pick tail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喜欢那种乡村姑娘的 两条鞭子 pick tail 我们的时代那个是很可爱 好不好 你看 有人点头点头 你今晚要绑两条鞭子给你老公看 他很喜欢鞭子 所以 我就在 真的 我那个时候有一个很好的 所谓的女朋友 她真的是绑两条鞭子的 后来也是没有了 鞭子也不进去 所以 这种东西 你们不要下个礼拜一大堆人绑鞭子来啊 我刚才吐给你看了 这就是跟人讲 我们是多么不成熟 我们是多么幼稚 什么根基啊 这种根基 对不对 所以有很多感情出问题 因为没有达到 你的根基错了 所以包括你的经济 你为什么 你的经济钱财 整天有问题的 生活有问题的 你对钱财的观念错误 你对预算 你计划 你的使用钱财的根基 有问题 曾经有一个弟兄 很多年前 有一天都 耶 哈利路亚 感谢主 他很高兴哦 我 今天发生什么好事情 他说 我申请的credit card Approve了 我能够用信用卡了 里面我有一万块可以用啊 那都不是你的钱啊 那都不是你的钱哦 他的经济都不能够达到的 所以银行就要赚钱赚利息嘛 对不对 哦哦哦 credit card叫你申请 结果他的credit card 被Approve 他很高兴 他就跟我讲 里面有一万好用啊 这不是你的钱啊 我有几年前 我在台上说 你们那些常常欠 credit card钱的人啊 你不可以有credit card 是不是讲中你 可能上帝今晚就是跟你讲话 把你的credit card欠的还清 以后你不可以有credit card 一直到你是 其实有credit card的人是那种 不需要credit card的人 才可以有credit card 你懂吗 方便罢了 我有credit card 帮我还电费 还什么什么buc 对 它自动的 然后每个月 因为我说我不必跑很多地方 然后每个月 我自己tt还解决了 不是欠欠欠 欠了几个月 压力大 利息大 根基错 虽然我们很多人的经济 你不会计划 你什么东西 所以这些根基都很重要 所以今天 我们更要看重的是 永恒的根基 我们跟神的关系 那个根基 然后这会影响到 你的生活的 会影响到 你生活的每一部分 我们每个星期来教会 就是要来处理 错误的根基 错误的观念 价值观 其实观念 价值观 都是我们人生的根基 它影响你整个生活的 Amen 好 我们来看诗篇 十一篇 第一到第七节 我是投靠耶和华 这个诗人说 大卫王 他说 我是投靠耶和华的 你们怎么对我说 我是信主的人 我是礼拜天来教会的 我是星期六会来祷告会的 我是星期五会去小组的 投靠耶和华 你们怎么对我说 你当像鸟 飞往你的山去 什么意思 你出问题 你投靠耶和华 你说你要祷告 人家笑你 祷告 你很不实际 你这个人 哎呀 现在经济有问题 礼拜天一定要做生意 星期六星期五要见顾客 这个才叫做正常 这个才叫做聪明 每个人都这样做 哪里有人把黄金时刻 拜五拜六礼拜 去听那个灵异中 讲话 又没有钱好赚 可是我相信神 还要没有人这样的 你要像鸟 飞往你的山去 意思就是说 正常一点吧你 你是鸟 你需要去森林躲一躲 你需要去森林那边 寻找你的食物 你要飞到山去 你干嘛投靠耶和华 你要正常一点 跟别人一样 他讥笑你 他说你看第二节 看哪 二人弯弓 把箭搭在弦上 就是要射箭的 通常你射鸟嘛 对不对 要在暗中射那心理证据的人 所以第一节 他讲到的那个鸟 是精工之鸟 遇到危险 遇到惊吓 你的生活 你的人生出问题 你压力 你害怕 你烦恼 你慌了 小鸟 你看我们的家外面 有些人的家外面有阳台 有时候小鸟就在那边叽叽喳喳 你有玻璃窗 对不对 你走近靠近一下 那个鸟就飞走了 你都没有伤害它 有时候你还想要拿面包给它吃 想要拿饭啊米啊给它吃 觉得它很可爱 它就飞走了 想就没有想了 一怕就飞了 一怕就飞了 因为它是那个自然反应 它觉得我要保护自己 我一定要飞走 飞走 可是有些飞啊 乱乱飞 撞那个玻璃死掉去 对不对 你们知道 有统计的 你去Google一下英文 你去找一下 可能华文也有 每年几只鸟 撞玻璃窗死掉 很多的 你会很惊讶 很多很多鸟 我也不知道 这些人也很闲控 去统计这个来干嘛 就是有这种统计 撞玻璃死掉的鸟 一年 你会很惊讶 那个树木 你当像鸟 飞乱乱飞 有一些一飞 就飞去树 飞去哪里 一飞就被抓住了 一飞就撞墙死掉了 他说 你要像鸟 鸟就是用自然的反应罢了 我第一个反应 我一生气 我就是要吵 我一受伤 我就是要喝酒 我一吵架 我就离开家 我就不要讲 那个反应 全部就是那个鸟 问你旁边说 你是鸟嘛 最好不要做鸟 对对 那种一点点 一下子 鸟动不动 进攻之鸟 什么不能够冷静 所以那个诗人说 我是投靠耶和华 投靠耶和华的 神说什么 你们要安静 对对 要等候 不是要飞也飞 要安静等候 祷告神的指示 哪一个方向 哪一个决定 我现在要怎么做 我现在要怎样反应 我现在要怎样的回应 要说什么 要想什么 不要慌 不要像鸟 一下子就飞了 一下子就飞走 人家笑你的 你们怎么对我说 他们是笑你不正常 他笑你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下一节 他说 恶人 他在暗中 所以这些笑你的人 他要影响你 跟他们一样 他要你跟世界 他们是世界的人 不信主 他要你跟他一样 然后他是暗暗 设你的心 你的心本来是纯洁的 单纯的 相信神的 什么都会想到耶稣的 他暗暗 暗暗的意思是 你没有察觉到的 慢慢进来的 慢慢进来 影响你的心 你不再是以前单纯的小孩子了 你不再是什么都想到耶稣的 想到钱 想到名 想到地位 想到男人 想到女人 想到一大堆 你的心被污染 暗暗进来的 你没有察觉到 他是暗暗设你 你中见 你也不知道 那个毒进来 你也不知道 很多时候 这些都是身边的人 你的朋友 你的亲戚 你喜欢在一起的人 他的观念 他的根基不一样 不是建立在神的话 不是建立在耶稣那边 可是他笑你 你刚像鸟 那正常一点 然后他暗暗 暗暗 影响你了 然后 你的心 就是你的根基 一旦 中见 中毒 受影响 第三节 根基 弱 毁坏 你的根基 动摇了 你本来的价值观 你的观念 你对神的信心 你跟神的感情 被毁坏了 义人啊 你还能做什么 你就是 耶稣救的义人 现在你怀疑 耶稣 你能够做什么呢 你把你的义都丢掉了 你都没有依靠 耶稣了 你本来平安 你本来得胜 你本来喜乐 你本来是得救 都是靠耶稣 可是现在你的根基 动摇了 被破坏 被影响 你还能做什么 义人啊 你的根基 不可以错 你的根基 一定是建立在 耶稣那边的 神的话那边的 是等候神 祷告 被圣灵充满 鼓励 启示的 这是 我们的根基 不可以像世界 动不动 惊弓之鸟 飞啊飞 到处乱飞 所以出问题 可是他们飞 有一些看起来很安全 可是不是依靠神 所以如果你的根基 也被他们影响 因为他们笑你吧 你们怎么对我说 你们就 他的反应对不对 我是投靠耶和华 那边在笑他 你投靠什么耶和华 飞啊 你都能够飞 你都有翅膀 你自己有办法 自己想办法 投靠什么耶和华 你不实际 你这个人 走火入魔 不要信得那么深 不要那么迷 所以你受影响 你根基毁坏 你一人还能做什么 所以他有两个意思 一个意思是 你在不相信神 你根基动摇 你完蛋了 你什么都不能够做了 或者另外一个意思 你发现 你错了 你真的被影响了 你跌倒了 你远离神了 你怀疑神了 你没有那么爱主了 你没有那么单纯了 你也没有亲近神 也不去教会 也不侍奉 你的根基毁坏了 现在你要想 哦糟了 我毁坏了 我能做什么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感谢主 第四节 耶和华 在他的圣殿里 耶和华的宝座 在天上 他是跟你说 如果你真的发现 你根基毁坏了 我能做什么 我该怎么办 对不对 耶和华 还在 耶和华 还是神 管世界的人 讲什么 管他们 讥笑你的神 管他们 批评论断 你去教会 管他们 讲你的教会 怎样 你们他们 走火入魔 信主 不要信得这么深 管他们 说什么 神 神还是神 没有受影响的 所以神就是说 当你遇到 你的根基 出问题 你开始乱 你开始不知所措 我能做什么 就想起 神 还在宝座上 神 还在圣殿里 他 等你来 找他 问他 我能做什么 我该怎么办 所以我们每个星期 都来祷告 都来祝日 来领受 神的灵 领受神的话 然后我们 有小组 就团企 彼此鼓励 我们不要 跟那些鸟一起 飞来飞去 所以你就一起 再来聚在一起 你的根基 就不会被毁坏 那么的重要 他说耶和华的 慧眼 他的慧眼 查看世人 他知道 当你不清楚 当你动摇 你来问神 神知道 人的心 下一节 耶和华 试验 义人 有时候 旁边的人 批评论断 有时候 旁边的人 要影响你 要带你去走 不是神喜悦的路 你会遇到 神在试验你 看你的反应 他看你的心 你会不会受影响 然后他说 唯有恶人 和喜爱 强暴的人 神恨恶 他要向恶人 密布网罗 有烈火 硫磺 热风 做他们 悲忠的份 这边是警告你 你不要走 不敬畏 神的人的路 你跟着走 你的下场 会跟他们一样 第六节 所以现在神 用火给你经过考验 你要怎样做决定 你要受影响吗 还是你的心 最后说 我是投靠耶和华 我还是投靠耶和华 那第七节说什么 第七节就说 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 他喜爱公义 正确人 必得见他的面 当你依然的持守在神里面 你能够见神的面 他在圣殿 宝座上等你 你能够见到他 因为你的心 保持正直 保持公义圣洁 也代表 你以后死了 也能够见神的面 因为你的心 没有被影响 那第七节呢 讲到公义 原来这边 诗人他写 是因为国家出问题 他身边的人出问题 大卫身边的人 像他的将军 越压他们 心态也很不对的 会争权夺利的 会背叛的 会有错误的观念的 所以他看到 他们的根基很不稳 这是根基毁坏 一些人要影响 大卫犯罪的 一些人 大卫犯罪的时候 还帮他的 包庇他 对不对 当大卫看到 那个巴士巴 洗澡很漂亮 明明知道 是别人的老婆 乌利亚的老婆 哇 所以大卫的 根基动摇了 对不对 他本来很敬畏神的 他看到 一个漂亮的女人 洗澡 他喜欢 他就要这个女人 知道是别人的老婆 他没有放弃 根基毁坏了 毁坏了 然后他说怎么办 啊 我要抢这个女人 他不管 他跟着女人 睡觉 哇 然后 这女人怀孕 怀孕怎么办 大卫是紧张 然后大卫就 假假 他一听到 这个女人 怀孕 他就请 这个女人的老公 来家里吃饭 喝酒 哇 我最近才读到 我在想 为什么 他还要 假假请 这个女人的老公 来家里 喝酒 本来他跟 老公是在战场 打仗的 忙着替他打仗 保护国家 突然间叫这个老公 回来家里吃饭 喝酒 让这个人 喝醉了 就他就说 你喝醉了 你回家 去跟老婆睡吧 原来 大卫要隐藏 他是想说 这个人喝醉酒 回家 跟老婆睡觉 他也没有想 那么多 打仗 打仗 回来 老婆说 我怀孕 生孩子 他会以为 是他的孩子 对不对 很狡猾 可是这个老公 说什么 大卫说 你回去 跟你太太睡 是真的 你们去读这个故事 因为大卫 你看 他是政治人 可是被影响了 旁边的人 没有给他好的建议 他跌倒 他的心理 根基毁坏 还能做什么 他做的都是错的了 做的都是错的 然后他叫这个人回去 跟他老婆睡觉 这个人 乌利亚 他说 不行 耶和华的百姓 都在战场打仗 我怎么可以回去 享受老婆呢 不能 我不可以回家睡觉 他在城门外 这样睡觉 这个人比他公益 比他公益 大卫就想 怎么办 第二次再劝 你回家 你喝酒了 你醉了 回家睡觉吧 就是希望他以为是 他老婆怀他的老公的孩子 没有 后来 哎呀 大卫说 他却没有发现 这个人敬畏神 你不敬畏神 他根基坏了 你看当我们的根基坏了 大卫本来根基好好的 所以你看 暗暗暗暗 变了 所以就会越做越错 然后他就叫越压 他的将军 他身边帮助他建立国家的人 他说 你安排这个老公 乌利亚 在打仗 打前线 把他放在前线 最危险那边 放他那边了 然后你们其他的人 退 退 敌人射箭 把乌利亚打死 真的就这样死掉了 这个老公死掉了 然后乌利亚 这个大卫就把他的老婆 娶过来 哇 根基若毁坏 艺人还能做什么呢 所以这个社会已经乱了 也没有人讲他 这个将军 他身边的大将 大官 帮助他做这样的事 没有公义了 你看到吗 所以大卫会写这样的东西 根基若毁坏 艺人还能做什么 我已经被影响了 我已经堕落了 我已经人家知道 我是不好的 我的罪 我已经不能够 不能够出来了 走不出来了 救不了自己了 可是感谢主第四节 记得再看第四节 耶和华 在他的圣殿里 耶和华的宝座 在天上 他的慧言 查看世人 后来 大卫悔改 他真的悔改 他说他错了 他进食 他哭泣 他不吃 他一直在神面前祷告 所以 艺人 你能做什么 你要悔改 你要回到神的面前来 所以那个时候 大卫他是面对 他的身边 社会的风气 价值观 都不公义了 他自己是国王 社会已经腐败 所以我现在要做什么 我能做什么 所以神的话提醒他 你要回到神的面前 所以第一点 我们看 必须要有对的根基 我们人生 无论是个人 无论是家庭 无论是生意 事业 无论是经济 甚至你的健康 对不对 祸从口出 病从口入 你今天的身体的状况 都是你吃的根基有问题 特别喜欢甜 特别喜欢咸 特别喜欢肥肥油油的 咸的最好 那个根基里面看 带来一大堆的病 对不对 所以这些根基都很重要 所以我们的根基 必须对 你的感情 如果你这个人的情绪 你这个人的态度 人际关系 没有处理好 你没有跟随耶稣来 使人与神和好 人与神和好了 我们里面就有神的形象生命 我们才能够跟人和好 我们出问题 婚姻感情啊 什么出问题的话 我们才能够解决 因为跟神和好 根基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对的根基 什么是对的根基 刚才我有大约的说了 第一点 这是创世纪第一章的原则 我们人生 个人也好 家庭也好 社会也好 教会也好 国家也好 一定要有创世纪第一章的原则 前面三节 就跟你打好根基的 什么根基 根基的意思就是说 开始 你做东西 建房子开始打根基 建桥什么 开始打根基 打地基 对不对 所以我们人 我们的根基 圣经一开始 就给你看到 根基是什么 第一节 起初神 起初 起初就是开始 这世界的开始 一切的开始 先出现的一定是神 以神为先 以神为主 凡事要先想到神 怎么说 怎么看 怎么讲 怎么想 什么都要想到神 你做的决定 这是要问上帝 以前是常常问 我不知道神的旨意 要我读什么科系 我不知道神的旨意 要我做什么工作 如果神没有很清楚地告诉你 你一定要读什么 或者要做什么工 他的旨意是 无论你读什么科 都荣耀神 无论你做什么工 都要荣耀神 可是 我认为 要去什么地方 这样的 你要问神 不要紧了 我去这个地方 我去这个国家 那边也有教会 这个城市也有教会 只要有教会 不一定的 所以你看到 在古境 一些人 他说 林中牧师 我们现在 没有来你教会了 因为我搬去比较远 我那边附近 有一个教会 比较方便 选教会 不是这样选的 这是要问神的 所以 你要去哪里 这个要问神 可是你读什么 做什么工 有时候神会启示你 神会启示你 你的方向 可是有时候 神如果没有很清楚 跟你讲 你就做 你认为 最正确 而且你是为了神的 那就没有问题 重要的是 你不管读什么科 不管你 做什么工 你要荣耀神 有一些人 他们有这种教导的 尤其是以前 以前有这种教导 你的老婆是谁 要很确定 是哪一个人的 或者老公 一定要是谁的 他们有常说 你不要取错人 因为你一取错 嫁错 整条线给你弄乱了 本来 上帝要跟你 要你跟Mr.A结婚 对不对 然后 你跟Mr.B结婚 那个本来要跟Mr.B结婚的 没有了 Mr.A的也没有了 鬼掉刷料 全世界乱到今天 对对 所以这种教导是很不安全的 不是说一定要是那个人 我一定要嫁给真海 我一定要嫁给存心 唯一的旨意 神的旨意 所以有一些就会来 来跟你讲 上帝启示我说 你就是我的老公 这样的 所以有一些人相信 他们就这样子结婚 很危险 那神的旨意是什么呢 感情方面 神的旨意是 你们在一起 一定要荣耀神 不管你老公是谁 不管你老婆是谁 尤其是那些已经结了婚的 不要在那边讲 哎哟 是不是我嫁三拉人 我娶三拉婆 是不是三拉了 没三拉 紧张的搞音了 神的旨意 就是你的搞音要荣耀神 管你现在老公是谁 你老婆是谁 你要求神帮助你 荣耀神 你在你的婚姻里面 要荣耀神了 你不能够再说 我做错了神了 我是不是要离婚现在 不是这样 更惨了 对不对 一错再错 一错再错 像大卫越错越惨 越错越惨了 对不对 他想尽办法 要解决他的问题 所以 在感情方面 你还没有结婚之前 你交往的时候 你的男朋友 你的女朋友 会鼓励你一起爱主 会一起侍奉荣耀神 如果还没有结婚 已经很拦住你 一直扯你后腿 你最好三思而后行 要不然 大家交往了 大家都很爱主 也在教会很火热 一起侍奉 那就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对不对 还要什么 天空出现 他的名字 清楚很指示 是那个人 所以 这些东西 我们要很注意 可是 起初神 你一定要问神 所以 我认为你选伴侣 我要选 怎样的伴侣 不是要选谁 懂吗 怎样的 不是 哪一个人 不是这样 哪一个人 每个人都选明星 都选什么了 对对 是怎样的 想到神 做什么都想到神 这是我们的根基 Amen 然后 要有神的灵运行 我们生命 一定要有圣灵的同在 圣灵的工作 这是你要做一个 赞美敬拜祷告的人 然后 第三说 神说要有光 神的话 就是光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根基 你是不是什么 先想到神 第一个想到神 不是第一个 想到你的方便 不是第一个 想到你的收入 你的钱财 不是第一个 想到你的舒服 不舒服 不是的 第一个想到神 神怎样想 神怎么说 神怎么看 然后 要有圣灵 在你生命中 来工作 启示 要有神的话 才你知道 什么标准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因此 你每天 以成导开始 是很重要的 不一定是 那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你每天 把你的生活 祷告 交给神 你每天 有一些神的话 在你的心中 因为根基 很重要 每天开始 以神为开始 以圣灵为开始 以神的话为开始 就是起来就 赞美敬拜 祷告 读圣经 非常重要 这是你一生一辈子的原则 这个根基 不可以乱 一毁坏 你就什么都做不了 第二点 服事方面 我们在教会 我们传福音 我们建立教堂 建那么大的教堂 你带领小组 你的组成长 你现在是一个区长 你的区有很多小组 你希望你的区更多更多人 你希望大教堂 充满的人 一下子五千人就坐满了 不够 这边还坐 哇 一下子就七千人了 为什么 救灵魂呢 我们教会很会救灵魂呢 为什么你救灵魂 因为我的区长说 我们一定要 每次洗礼有十个人 是因为这样 因为牧师每次问 为什么三次洗礼 你们小组都没有人 是因为这样 为什么你做了组长 两年三年 没有成长 所以我一定要有新人 是因为这样 这些都会推动你救灵魂的 是因为年底 希望我的小组 能够分成两个组 三个组 或者我也能够成为区长 是因为这样 建堂建好了 要五千人 费用也很高 你知道我们这些 有水电费的 你们以为是免费的 哇 你要maintain一个 五千人的大教堂 那个电费 那个哇 一些操作清理费 多高 所以最好很多人 这样奉献才够 所以 救灵魂 为了 为了 更多奉献 为了我们经济 不出问题 为了教堂 能够操作下去吗 这样都会 人数成长的 或者是 我们的目标 我们要古静的 蒙福教会 全世界的人都认识 撒瑶 蒙福教会 Tell them about Sarawak Because of our church 哇 是这样 是因为这样 大家都会知道 遥远的天边 有一个婆罗周岛 那边有一个 撒瑶耶教会 因为我们很多人 很大间 很容易这样的 很容易 很容易是我们要出名 很容易是我们是最大的 最优秀的 哇 也是要很小心 我们最近的 音乐剧 哇 我们的音乐 Mary Did you know 哇 我们这些都很好 可是 是为了什么 自己出名 自己吸引人 我们要救灵魂 一定要是 因为爱 因为爱 从约翰福音 三章十六节 耶稣为什么来世界 天父为什么会把 耶稣给我们 因为 因为要出名 因为要传基督教 因为 爱 神 爱 神爱 世人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因为爱 天父把他最宝贝 最宝贝的 给出去 因为爱 因为爱 耶稣离开 最舒服 最美丽的天堂 因为爱 他给人家 讥笑 人家怀疑他 给人家打 给人家钉十字架 他不放弃 因为爱 因为爱 不是为了要出名 不是为了 哇 要人很多 罢了 是 他要人很多 相信他 因为 爱他们 不要他们下地狱 他真的是爱他们 不是为了自己 因为爱 所以你要你的小组成长 我们要蒙福教会 坐满的人 一定要是 因为爱 因为爱 阿们 阿们 这很重要的 然后如果是因为爱 十七节说 因为爱 神差他的儿子来 对不对 不是要定 世人的罪 如果你的福事 是出于爱 你没有那么容易 就生气你的主缘 你没有那么容易 就不要这个主缘 你没有那么容易 就批评论断他们 你没有那么容易 就定他们的罪 觉得他们达不到水准 达不到标准 没有的 因为耶稣 他来 不是定罪 他是因为爱 因为爱 一个爸爸妈妈 再辛苦 他的婴孩半夜 一直哭 一直哭 哭到不会睡 你会起来的 你再累 已经整个星期 你才睡两三个小时 你还是会哭 What is wrong with my baby 对不对 我的婴孩 你还会说 哎呀 谁这个狗 真麻烦啊 给伤害人 哪里有 你因为爱 你没有睡觉 你也起来 你半夜 也去找医生 你也想尽办法 多少钱 你都愿意出 因为爱 对不对 然后孩子长大了 哦 真是婴儿 讲一句 回应十句 你还是给他回家 你还是给他饭吃 你还是出钱 给他读书 给他房子住 对不对 因为爱 因为爱 然后有一天 孩子渐渐成熟 长大了 才知道爸爸妈妈的辛苦 才知道爸爸妈妈的爱 然后他就回报 爸爸妈妈的爱 也是因为爱 所以我们服事 要以爱为动机 不容易的 所以这代价也很大 今天中午 你们也知道 我每次中午 星期天中午 有一群小孩子 七八岁 六七八岁 到我那边 十多个 要到二十个 哇 他们一吵起来 哇 一喊起来 真的是 然后今天呢 我们还有一个 秀燕老师 他很有负担 因为我跟他说 我其实 我看到教会 因为小的 我有带了 少年 青年 比较大的 我也有带了 在晚上 他们来 我说 可是有一群 我很有负担 十一岁 十二岁 十三岁的 怎么办啊 这些 他们每次看到 他们的弟弟来我的家 妹妹来我的家 他们就在那边 他们也知道 他们又太大 然后 又知道 比较大的 礼拜天晚上了 我的家 三会过很迟 他们又不可以来 又读书 又看到 狗狗姐姐 弟弟妹妹都可以来 只有他们没有来 没有办法 因为他们没大没小 又不是很大 又不是很小 那个半天掉 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对 我一直在想 我要怎样 我有负担 因为我要一代 一代 一代 给他们根基建立的 对 好像蒙福教会的 事工能够传下去 后来感谢主 我们秀宴老师 他很愿意 今天 哇 他说 他带 一群 十一二三岁的来 哇 更加热闹了 他很伟大 他说 叫大家 大大小小 不必买午餐 我煮 他说 哎哟 然后他说 我说你煮什么 小孩子很会挑食的 你不要以为你煮的东西 大家都会吃 他说 spaghetti tomato的 cabonera的 都有 哎哟 他说 不要紧牧师 放心 我另外炒饭 哇 不喜欢吃面的 就吃炒饭 哇 然后连牧师 你也不必准备午餐 这样 哇 很期待 然后他来了 哇 今天 就是刚才罢了 几个小时之前 哇 一群小孩子 还有那些 没大没小的 那边 不大不小 不是没大没小 也不是很大 也不是很小 在那边 哇 博士老师 哇 有一群 哇 又拿 spaghetti 又拿什么 哇 大堆 又有 两瓶的cook watermelon juice 真的是伟大 我告诉你们 他还单身 你还等什么 哇 然后就在那边 分分分 分完了 分完了 渐渐越分越多 哇 有些孩子 是second rounder 我还没有吃 渐渐的 我看到 spaghetti 剩下几条了 我就说 哎 炒饭呢 你不是有炒饭吗 哎呀 我忘记啊 他是忘记 炒饭哪里 在哪里 在哪里 他才在找炒饭 找找找 走了老半天 那个炒饭还在他家 十里的车房的车上面 他马上说 牧师 我现在回去拿 我说在哪里 十里 我说算了吧 我们也不必吃了 所以炒饭 留给今晚吃 他说 所以 为什么他会这样做 我就觉得 你不需要这样 因为爱 因为爱 这个是不容易的东西 我们把荣耀归给神 Amen 马太福音第七章 也是一样 马太福音第七章 21到23节 快快看 哎呀 什么投靠耶和华 OK 反正呼我 主啊 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耶稣说 你看啊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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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的就是 我们全部 礼拜六晚上 最厉害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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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什么 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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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会好好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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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负担都没有 所以说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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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都进天国 不是因为你喊得不准 不是 是因为 唯独遵行 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去 哇 我问你 传福音 是不是天父的旨意 是不是 是奉神 是不是天父的旨意 赶鬼 是不是天父的旨意 帮助人 是不是天父的旨意 是 医病 为病人祷告 是不是天父的旨意 是 有一群人 这些都做了 进不了天国 你这些都没有做 还想进 有一群 这些都做了 你说是天父的旨意 当然是 可是为什么 他们都做了 就像我们很努力 事奉福音都传了 教堂都建了 不一定进得了天国 可是这些都是神喜欢的东西 可是你做了 也不一定进得了天国 奇怪 你看耶稣说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我刚才你都讲了 传福音是 讲道是 医病赶鬼 都是天父的旨意 那为什么他们进不了 你看下一节 当那日 必有许多人对我说 主啊 主啊 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 我们在传你的名 教导神的话 我们奉你的名赶鬼 奉你的名行许多 义能吗 还行神迹 其实很多人得医治 很多人生命被翻转 改变什么 生活改变 下一节 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 奇怪哦 刚才这些都不是天父的旨意吗 都做了 怎么进不了 原因是 不是以爱为动机 因为你 耶稣都做这些 这些都是耶稣在世上做的 传道 医病赶鬼 神迹启事 可是耶稣为什么会来做这些 又是约翰三章十六节 神 爱 世人 所以你那些都要做 一定要做 可是一定要是因为 因为什么 跟你朋友们说 我要对你爱不完 不要乱乱爱 用耶稣的爱 阿们 所以爱很重要 第三 一定要用耶稣基督为根基 耶稣基督为根基 所以你的侍奉要因为是爱 学耶稣 如果你是以耶稣 你想到都是耶稣 所以你会有耶稣的那一种动机和爱 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到十五节 我们来看保罗 这是保罗最伟大的使徒 他说的 我照神所给我的恩 神的恩典 不是我自己厉害 他说 神给我的恩典 我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 看工的 建筑 建筑物的人 看管的人 我是聪明的工头 因为聪明的工头 根基要做得好 做得对 我立好了根基 根基打好了 他说 有别人在上面建造 所以你的根基立好了 你要建造什么 个人要谨慎 怎样在上面建造 如果你打了一个根基 能够盖一百楼的大厦 那个根基是不是很稳 能够盖一百楼 是不是很贵 一定很贵的 要打能够盖一百层的大楼 你的根基一定 用很多engineer 用很多工人 花很多时间 花很多钱 投资下那个根基 能够盖一百层 盖完了 你盖两层楼的屋子 你根本不懂 这个根基是做什么 浪费时间 浪费你的投资 浪费这么贵重的 简直是给人家笑话 这么好的根基 盖这么烂的东西 这么没有用的东西 做什么 意思是你愚昧 你够蠢 或者是你不认真 你觉得我不要浪费时间 什么 那这个根基给你做什么 所以保罗说 个人要谨慎 怎样在上面建造 你要知道 你的根基是什么 你要盖什么 下一节 因为保罗说 我已经立好的根基 就是耶稣基督 有什么比耶稣基督更贵 更伟大 更稳 更好 此外 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 若有人用金 银 宝石 草木 和结 在这根基上建造 都知道这个根基是最贵 最好的耶稣了 结果 你 用什么来建造呢 有一些人很看重 我用金 很耐 用银 用宝石 因为这个根基是耶稣我 所以我一定要用最好的 最贵的 最付代价的 有一些人用木 草 风吹散的那些 这样子 你轻看这个根基 你根本都不需要 这样的根基 对 所以下一节 他说 个人的工程 必然显露 因为那日子 要将它表明出来 有火发现 这火要试验 个人的工程怎样 有一天 我们在地上 我们在教会的侍奉 神会烧的 你明明知道 是为了耶稣基督 你到今天 对教会不认真 你到今天 也不救灵魂 也不侍奉 因为我没有爱 那你要向神求爱 如果你到今天 都不付代价 不付出时间 经历 你的聪明 你的才华 你的祝福 你的文凭 你都不拿来建造 这些都是金银宝石 等我有闲控 我才去 这个叫做用草 用木 有时候很累 不要了 哎呀 很浪费钱 我很忙 很多party 很多appointment 很多business 根基 你没有盖东西 那个火一烧 你上面 没有东西存留 下一节他说 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 若存得住 草木 这些 存得住吗 存不住 草木 就是 草草了事 快快做工 也不很贵 也不需要那么多精神 力气时间 随便的 不能够付代价的人 轻看那个根基 轻看耶稣基督 因此 他的存不住 存得住的呢 他就要得赏赐 人的工程 若被烧了 他就要受亏损 受亏损 自己 却要得救 虽然得救 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 哇 他后来 来见主的面 也没有什么称赞 他也没有下地狱 可是 没有神的称赞 没有赏赐 你说 哎呦 不是要有神的称赞 你轻看神 神有预备 奖赏礼物的 你看不起 祂的奖赏礼物 因为我不在乎 我有去天堂就好了 我不在乎这些 上帝预备要给你的 你推去一边 我不看重 我不在乎 你轻看神 所以求神怜悯 你要让你的工程 存得住 下一节 他说 没有就是这边了 他说从经过的一样 因此 你一定要建立 对的 对的工程 我早上也是跟 青年人 少年人 儿童说 我为什么会带这些小孩子 我为什么带这些青年人 少年人 因为 我们 神呼召我 在95年 立的根基 就是要认识神 亲近神 以神为主 我们立的根基 我们的意向 追求神的心 和神心意 以基督耶稣的心 为心 以父神的事 为念 这是我们的根基 不是跟灵异中同心 要跟耶稣同心 不是做蒙福教会 要做的事 是做天父 要我们做的事 我们要看到复兴 要看到灵魂得救 是因为 我们有基督的心 有天父的心思意念 如果以后变成 我们要让蒙福教会 变成更出名 更美 世界出名 大家都知道 来古镜 就是想到蒙福教会 大家都来这边 Instagram都是拍蒙福教会 哟哟 哒哭 这样 为了这样 可能很多人来 哇 让人家来 这边的音乐很好听 歌很好听 歌舞剧 很专业 大家都来来来 哇 出名啊 蒙福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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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叛给他了 也没有看到耶稣了 哇 厉害啊 他们的创办目标 告诉那个灵异中 然后我死了 那个老鹰拿掉 放灵异中的雕像 完蛋了 跟你讲 根基若毁坏 吓死人 对不对 不可以 所以我就一直教青年人 少年人 儿童 包括那些主日学的 我要他们知道 根基不可以毁坏 然后你要在这根基上建立的 一定要是 以神为主 有神的灵 神的话 然后有爱 神的爱为动机 然后一直都是荣耀耶稣 我们说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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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很快的抄下来 第二点 根基毁坏 就完了 根基毁坏 就完了 第一点 就如同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说的 盖在沙土上的房子 A wise man built his house upon the rock A wise man 智慧的人把房子建在盘石上 A foolish man built his house upon the sand 愚昧的人 房子盖在沙土上 没有根基的 一下子风吹雨淋 就倒塌了 根基错 根基毁坏 你建立的完全站不住 因为刚才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 火一烧 那个还存留得救 因为至少他还在耶稣上面 可是是因为没有付代价 没有认真侍奉神 仅仅得救 可是如果根基都不是耶稣的 像那些 哦 又传道赶鬼什么的 不是以爱 不是以耶稣为根基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去做的 得救都没有得救 天国都进不了 所以 我们不要防止倒塌 这个 建在沙土上的 就是他的根基 是什么意思 听了神的话 没有照着去做 你今天听了 就像昨天晚上听了 来来来 然后又不来 这个叫做 愚昧人 把房子建在沙土上 然后今天你听了 根基要建得对 然后你马上回去忘记 又做自己的事情了 又像那只鸟乱乱飞 撞墙壁 撞玻璃 这个叫做愚昧人 把根基建在沙土上 房子在沙土上会倒塌 所以一定要稳 第二 当你投靠 耶和华 义人 你会被攻击取笑 义人 你对神认真 所以人家会批评 蒙福教会 人家会说 你要信主是可以 可是不要去蒙福教会 那个教会太忙了 走火入魔 还叫你奉献10% 听说最近已经 拿1-28%了 inflation 通货膨胀 奉献也增加 还是什么 他们盖 你要去等他教堂盖好才去 给别人先还钱 聪明 聪明 这种鸟 这种人叫做鸟 鸟人 所以人家会取笑你 你要不要成为这样子 给人家笑一点 就不好意思来 就不好意思侍奉神 就不好意思传福音火热 你不要 你会被攻击取笑的 耶稣在十字架上 就要死的时候 下面的人还在笑他 还在笑他 可是他没有放弃 因此我们能够得救 阿们 最后 神会查看人的心 所以要记得 你的心 就是你的根基 因为那是你做东西的 动力和动机 如果都错 神知道 一烧 什么都没有了 如果还得救 还感谢主 但如果连神都说 我不认识你 离开我去吧 那就完了 我们一起起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石头靠野荷荷 你们怎么对我说 你当香鸟飞往你的山区 看那二人万公把钱打在线上 要在暗中赏那心里争执的人 你当香鸟飞往你的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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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那二人万公把钱打在线上 要在暗中赏那心里争执的人 turbineaa 当香鸟飞往你的山区 你当香鸟飞往 жизни 我魏 motor 维患 依然还能做什么呢 耶和华 在祂的圣殿里 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 祂的慧眼 插看诗人 耶和华 在祂的圣殿里 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 他的回忆也查看世人 更激若归坏 更激若归坏 一人还能做什么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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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激若归坏 你仍还能做什么呢 跟着我来祷告 神啊 谢谢你的话 你要我们去思想 我们还能做什么 事实是 我们的根基 很多时候开始就错了 有时候立了好的根基 又被破坏 又被影响 我们能够做什么呢 感谢主 你的话给我们答案 十一章第四节 你说你还在圣殿里 你还是神 你还在宝座上 你依然是有能力的全能神 因此我能做什么 我能够回到神的面前 我能够悔改 我能够求神救我 帮助我 让我重新得力 重新建造 有对的根基 把错误的完全的除掉 如果在你的根基上 我的建造不理想 不认真 不付代价 我悔改 今天开始 我要用金 用银 用宝石 建在耶稣基督 这个根基上 主啊 为了蒙福教会 我献上感恩 蒙福教会的根基 就是要清净神 认识神 追求神 荣耀神 以耶稣的心为心 以父神的事为念 凡所做的一切 以神为主 以神的爱为动机 让蒙福教会 一代又一代 就是这个根基 就是认真的建造 一直到建里面 我们感谢你 也求主 纪念我们个人的生活 我们个人的生命 我们的情感 人际关系 情绪 反应 态度 家庭关系 我们的事业 经济 健康 很多方面 根基都错了 主啊 帮助我们 重建 对的根基 按照你的真理 你的圣灵的启示和带领 建立你喜悦的根基 不要再被破坏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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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 把荣耀归给神 好 我们回去之前 有没有新朋友 你从来没有祷告 求耶稣赦免你的罪 你还没有承认上帝 是你的天父 让你今天成为上帝的孩子 建立对的根基 一辈子到永远对的根基 就是要认识耶稣 让耶稣做你的救主 如果你愿意 有这个对的根基 我请你站起来 我要为你祝福祷告 有没有新朋友 你们带来的朋友亲戚 鼓励他们站起来 今天 根基就对了 有没有 有的话赶快站起来 你有带他们来 你陪他们站起来 鼓励他们 有没有新朋友 我们要求神 跟我们更多爱 去把更多的灵魂 救进神的国 不是为了小主成长 就会成长罢了 为了神的国 为了他们不会下地狱 为了爱他们 有没有新朋友 有的话赶快站起来 我们就要结束了 有没有 有没有 好 没有的话 我们要跟神说 主啊 我的根基 救灵魂的爱的根基 在哪里 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 Amen 好 无论如何 如果线上有 我们就带着他们祷告 我们就举起双手来说 跟着我讲 主耶稣 谢谢你的爱 我承认 你是独一的真神 求你赦免我的罪 用你的保险 把我洗干净 你是因为爱 为了我而来 被钉在十架上 三天后死里复活 现在我承认 我需要你的爱 让我也有这一份爱 把你的福音 你的爱传出去 把我的名字写在天上 给我信心 跟随你到永远 你永远是我的救主 我唯一的神 我的天父 我最好的朋友 奉主耶稣圣明 我跟魔鬼 和我的过去的一切 砍断关系 我是上帝的孩子 我是耶稣的人 我已经得救了 我是圣洁的 我是干净的 我是平安的 耶稣的保险在我身上 每天保护我 奉主耶稣圣明 我这样相信 我这样祷告 我就这样得着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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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起立 来领受祝福 再回家 举起你的双手 所以耶稣 你的圣灵 带着的浇灌 充满 的确 主 我们需要 从你而来的智慧 从你而来的负担 带着神的爱 让我们所做的 我们的福事 我们传福音 祝福人 帮助人 救灵魂 都是因为爱 跟你一样 而且主啊 让每一个人 今天开始 靠着圣灵 检查我们生活 生命的根基 若有毁坏的 若有错误的 主啊 帮助我们调整 重建吧 因此我们根基稳定 我们荣耀你 得救蒙福 到永远 我们感谢你 让每一个人 在生活上 灵魂体 福杯满意 健康平安 成为别人的祝福 荣耀你的名 奉耶稣的名祷告 我们说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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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感谢主 我们用主导文来结束 来 小朋友 跪下来 举起你们的手 来 我们一起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全病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我们感谢主 愿上帝 大家赐福你们 从今天开始 根基 稳定 都是神喜悦 神的真理 一辈子到永远 阿们 圆圆树 祭宍 圆圆树 他地上 愿人都尊你的 圆圆树 他地上 与一辈子到永远 圆圆树 归宝 圆圆树 这第一名 圆圆树 他地下 他地上 圆圆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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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地上 愿耶和华赐你平安 愿耶和华赐不给你 愿耶和华保护你 愿耶和华是祂的灵光照明 愿耶和华赐了给你 愿耶和华向你暗恋 愿耶和华赐你平安 愿耶和华赐不给你 愿耶和华赐你平安 愿耶和华向你暗恋 愿耶和华赐你平安 愿耶和华赐不给你 愿耶和华赐你平安 愿耶和华赐你平安 愿耶和华赐祢平安 Shal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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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耶和华赐祢平安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我们下一次再见 上帝赐福你晚安 Shalom Shalom Shalom